大家好,我現在終於來到PiaLaw的家 現在先敲門,有一個人 Hello,PiaLaw,你好,我是Jacky 今天是她做馬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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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我先敲門 Hello,大家好,我是Jacky 今天很榮幸可以跟我們一夜成名的PiaLaw做一個訪問 Hello,PiaLaw,你好 Hello,你好 好了,解釋一下怎麼一夜成名 首先我們看看照片 看完這麼多照片之後 都看到你的派對很熱鬧,很大很多人 不如我們先介紹一下你的T-Shirt,好嗎 好 其實這件T-Shirt是這樣的 白色 印了PiaLaw的名字和照片 下面會有派對的名字 PiaLaw Looking for a Girlfriend 2011 後面會有每個人想印自己喜歡的名字 這個就是Mrs.Law 不知道誰這麼幸運 Mrs.Law 也會印了KateLaw的電話號碼 然後室內有些白色 大家看看咖啡色會比較清楚 就是這樣 照片 名字 後面也有名字和電話號碼 穿著你的T-Shirt 我聽說可以進去酒吧 club 或者贊助你們的餐館 有賣賣嗎 是嗎 有特大 穿著你的T-Shirt 我下次也試試 好了 看完你的照片和介紹這件T-Shirt之後 我和觀眾也很有興趣知道 究竟一個派對是怎樣來的 是上年我朋友做個驚喜活動給我 這個P-Law Looking for a Girlfriend 是一個技術來的 特意叫朋友出來玩一下 我沒想到Linning真的搞得這麼大 真的認識到好的朋友 你的朋友挺好的 好啦 那像你所說 今年的Party搞得這麼大 我想知道你又有什麼感受呢 其中我的特別感受 對呀 上年和你的朋友玩得很開心 這年更多的人來 還真的認識很多女朋友 嗯 那如果你真的在香港 結識到一個女朋友 你會為了她而留在香港 還是希望她跟你回來英國呢 這個我沒決定 我真正是找到一個女朋友 要看看你們的間隔 才決定 OK 好穩陣呀 嗯 我知道呢 你的朋友呢 在Facebook裡幫你搞了一個Petella Appreciation Group 那我又想問一下 你覺得這個 Group 怎樣呢 這個 Group 又好不好 好是認識很多新朋友 嗯 不好是怕有一點點名氣 名氣啊 對 哦 又有名氣 對 現在是有一點點名氣 怕有一點點名氣 怕女生不敢接觸我 嗯 怕有名氣女生不敢接觸我 聽到沒有 嗯 嗯 嗯 那我也問了你這麼多問題 那不如我們現在就看看 你在Lincoln 朋友幫你做的一個影片 好了 那看完影片之後呢 那我們Facebook的網友呢 有問題想問一下 Petella 好 你準備好了嗎 準備好了 好 第一條問題呢 就是英國的Benchu 那他就問你了 自從Apple Daily Lincoln Shaker Daily Mirror 報導了一段關於你的文章之後 你和了很多女士做朋友 那請問你們現在發展成怎樣呢 挺好的 認識得多些朋友 還有現在我也期待回香港 OK 那香港了 香港的 不好意思 那個名字說得不好 但是阿南小姐 就問你 你現在有這麼多觀眾的注意 你有沒有什麼特別感受 我也不覺得我出名 還有有名的 你現在受訊息 很驚訝 很驚訝 好了 第三條問題了 嘩 有些難度 阿 阿 是香港的Alson Run問你 對於你來講 愛是什麼呢 真的很難 這個 對我的愛是 你為了一個人 會做任何事 沒有一個人時候 有沒有掛著他 你同一個人時候 會很開心 和享受那個時刻 OK 這個也算是一個 挺好的愛的 概念 好 那下一條問題 就是 在香港來的 Janice Cha 我希望你答到這一條 你覺得你可以接受 另外一半的年齡差距嗎 例如 你會不會 跟一個大你十年 或者小過你十年的女孩拍拖呢 說真的 我都不介意 大我小我一點都OK 大我十年 真的很誇張 很誇張 十年 好了 好 香港的Pink Kichong 就問你 我很喜歡這條問題 為什麼 你覺得 內在尾重要 還是 外在尾重要一點 內在尾 應該重要一點 但女生是漂亮 她的格好 我都不會喜歡 嗯 我覺得我不漂亮 嗯 我很喜歡這個答案 其實她答得很好 好了 回到英國了 Vicky Renshaw 想問問你 你之前 是因什麼理由 而沒有去找女朋友呢 現在有了這個 Petala Appreciation Group 算是有些名氣了 你又會怎樣 處理去找女朋友呢 我都沒有找過女朋友 或者是沒有找到對的女朋友 哦 那希望你找到對的 謝謝 因為 這個 香港的QG 她問你 為什麼 要回來香港找到朋友 我跟她說 暫時找不到 希望回去 也有機會 那裏也會認識別人 那就是 希望呢 可以在香港找到一個對的 因為英國暫時 還未找到對的 好 這一條 嘩 這條多好 這條 有點難度 OK Julie Armstrong 就想問你 英國的 她問你 你相信這個世界上 每一個人 都有一個屬於自己的另一半嗎 有啊 我是這麼喜歡想的 你喜歡這樣想的 你相信這個世界 每一個人 都一定會有另一半 是的 那你另外一半在哪裏呢 我暫時不知道 還未找到 還未找到 好了 輪到英國的John Deitch 問你 你覺得 第一次跟一個女生約會 怎樣才為完美呢 嗯 可能帶她出去吃飯 吃飯 為何吃飯為之完美呢 我希望 這樣有機會 你跟她 了解她 知道她是否合不合 就知道她是合不合我 哦 原來這樣就是 為之完美 那 看看你 你覺得這樣 是否浪漫 好了 那就輪到 香港的 Caren Wong 她就問你 好 好 你會等多久 才會帶個女朋友 回家 見你爸爸媽媽呢 這個 沒有時間 這個 就是 遇到女朋友 跟人拍拖 是我們 喜歡這樣 我也會帶回去 見我父母 好 好 我們又回到英國了 英國的Poho 就問你 你是 你想用多久 時間 去了解一個人 才跟她結婚呢 結婚啊 這個 也是一樣 也沒有時間 這個 真的拍拖 大家知道 是 感覺到對 才會說 我們結婚 OK 你暫時還沒有這樣的 確定 好 好 這個是香港的 Cece Lam 這個人是我很喜歡的 很有想法 Cece Lam 她問你 如果我們兩個 一起在沙灘 然後有一群女生 沒有穿上身的 走過來 跟你很友善地對你 你會怎樣做 這個 這個 這個情況 我沒有想過 這個 要想想 Cece Lam 要想想 你們兩個一起在沙灘 你會怎樣 我跟女生一起去 我真的不會理會 這些 我真的不會理會 你不會理會他們 對 Pohoho 真的好老實 如果我是你 我想我會戴褲黑超 她根本不知道我在看哪裏 我問你了 你可不可以讓大家看看你的肌肉 蛤? 我的肌肉? 對 好的 給大家看看 好 這樣吧 香港的朋友 如果你們好像Natalie一樣 這麼注重這些肌肉 是非常結實的 我可以告訴大家 好了 問完這麼多位網友的問題 我們這個訪問已經差不多完 了 那我也想問你最後一條問題 會不會搞一個Petella Path 3 呢? 希望不會 是否代表你已經找到女朋友呢 如果不會 絕對 好了 我們訪問真的完了 你有沒有什麼要跟大家說 我們想多謝大家支持我 看我的interview 多謝你訪問我 不用 不用 多謝我的朋友幫我辦這個活動 尤其是Andy Pan 謝謝 多謝各位看我們這個訪問 我們現在就會給大家看 Petella 將會在香港辦的Party 的一個video 多謝各位看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10月15日在香港开一个Peter Lau party 如果大家想有什么问题要问 或者要购买一件T恤 就关注Ampa 地址将会写住 好 各位谢谢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